《世經小雅》那一段,大概是你提到說把周幽王和天並列提起的一個關係 對,因為我這個東西就是說,在我這個講之後,這其實是一個跨的東西 那我這邊其實我沒有特別講的態度特別多 因為我之前在講周公,然後突然就講周幽王 其實就是說,君主和天的這種關係,其實是在周初的時候就已經佩天這個觀念出現 他就已經相對來說確定下來了 這是中國古代宗教在我們看來的一個淪落的最大的觀念點 他連宗教都是講當下的 中國的宗教裡幾乎沒有彼岸的觀念 比如說,我行了什麼善事 之後我的人生裡面,我就會有好東西出現 也就是說,這樣的一種概念裡面,它缺少什麼東西呢? 它缺少一個緩衝的區域 比如說,我一個基督徒 反正我想的是,我死了以後,我可以進天堂的 那我在死神裡面,我經歷的種種不順利 比如說,約國那樣子,我都沒有拿去,我都可以忍受 我還有那個來勢可以期待,我還有那個最後審判日的時候 我作為一個善人,我可以穿過那個針孔到那個天堂中去 在中國它沒有這個 這其實對於一個宗教來說,它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太容易失效了 中國古代的宗教,其實有時候,當下宗教 就是天和君主的關係是靠得非常近的 本來周初的時候,周公去創立 應該可以說是他創立這個觀念的時候 他是希望告誡君主們 你們要有德,要敬德,要民德,要保護,要安民等等 他是希望以此來激勵他 然後把天和這個所謂的天子這個概念 他要把君王和天和在一起 其實本來他是以此作為一種激勵 也是用來解釋為什麼我一個小小周公可以推翻那麼強大的一個嬰商 那是因為他們不靜天,而我們靜天 所以在周人看來的話,他有一個天命觀念 而他這個天命觀念裡面,他是有一個天命離常的觀念 就是這個天命,如果我們靜的話,他會轉變 周公本來是希望以這樣一個觀念來激勵自己的統治者 那你要保持他的話,你要好好做人數 因為到了周英王,五百年過去了 很多東西我們就,你知道,利王本來就不是個好皇帝 優王就更加拉致 但是這種觀念本身在民間的傳遞又是非常多的 所以他就會對皇帝的一個批評,就直接的指向天 所以就是一個宗教意義的天這樣的一個觀念 就不斷地垮塌,不斷地淪喪掉 但是作為一個道德意義的天,他還是在 也就是那個關於德,關於靜德的那個天 這個我們可以承認,我引用了 那麼,大家一瞧,左轉裡面的材料 大家可以看見,神是什麼意思? 神是什麼意思? 跟人的道德意涵直接相關的關係 是明神之主也 那裡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從周英王一直到春秋之間 他的觀念變成,像你剛剛提到的 什麼呢? 明神之主也 就是明和神,它相當於是有一個從屬的關係在那裡 而且神已經跟,怎麼說呢? 跟帝王呢? 就是有點脫離 而他聽從的是一個明義 我想知道這個思維是怎麼演出來的? 對,明神在表示的稍微相見一點 OK,就是在周英王的時候 當時像提到的就是 神跟王還是屬於一列之間 到了春秋之後,他神他所聽從的就是已經是明神 所以他跟王的關係比較 對,他跟王的關係就是說 當然我引用的材料都是我選出來的 這些比較有代表性的材料 那麼,其實在春秋的時候 其實國軍他並不敢自稱於天子 天子還是周王式的人 即使他的風力和西郎都沒有 春秋的時候是幸好的一樣 這樣我也不知道 但是,所以這些 我這邊所有的宮 所以你們的這些宮 那麼他們都不是天子 對,他們本身是 從周公制的禮樂的那個制度來說 他們應該是周王式的這個侄子 對,因為他是 就是一種類似血緣的這種親舊關係 就是所有的諸侯都是周王式的親屬 所以他其實這只是親屬 他自己並不可以說 周歷王或者周幽王 他自己也許還勉強 如果他不要臉的話 他還可以說我是天 但是這些諸侯他是不本身 那麼這本身的話 他跟天的關係就隔了一點 但是他可以說 天 他還會有這個很正常的觀念 就是我祭祀了這麼多東西 天要幫我 但是他自己的身份和天 這不是並列的 因為想知道這個時候的祭祀 是主要由諸侯就是領導階級去 這個是必然 這是必然 祭祀 叫國家級別的祭祀 必然是有領導階級 你要一個民眾 要一頭牛一頭羊一頭馬這樣祭 他要傾家蕩 我好奇的是 就是他這個思想 就是說 神是聽從明的這個思想 是怎麼演變出來的 因為你看祭祀的環境 那個就是可能我之前講的比較少的一個 我可能忘記講的 就是在周公給 周公給他 不是當時周公分空了那麼多國家嗎 那麼有一個國家 是專門來管理應移民的 結果他給這個人叫做康書 他寫了一個康告 他就有年長相關 他就裡面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四個字 叫做敬得保護 敬得保護 敬得保護 所以民眾的觀念 民從來也沒有說真正的 就是在西周以前的話 明沒有上升到天那個以上的那個高度 就是這樣子的 但是你要獲得天的認可的話 你需要保護這些子 是這樣子的 就是在西周的時候一定會對 對 敬得保護的這個話是周公難說出來的 這個不是我製造出來的 那麼這個思想的話 從根本上也是他提出來的 因為在殷草的時候還沒有這樣的思想 可能後人附會說姚順啊或者什麼樣的 但是從傳承上是模糊不清的 有這個具體的證據的 那是周公提出來的這樣一個 政治和保護的這樣一個思想 有這樣一個思想在 才會有後來所謂的明神之主義 但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也並不是說明的這個地位 就在絕對的意義上 明的地位比天更高 比神更高 它其實是在告誡你 我剛才已經說了 但是在這個地方神這個字 它的宗教意味已經非常的大了 它是一個人道德意味為主的東西 所以它是在這樣一個角度上講的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謝謝 我想給大家分享一下 我提到你的那個演講的一個看法 是不是首先特別感覺得 張國能做這樣的演講 因為今天好像大家談這個問題的 年輕人已經出了很多 我能這麼吸睹一下 然後談到那個 殷商時候的那個祭司這個方面 我想給大家分享一個小部分 就是你剛才講到說 殷商時候當時皇帝就是 國軍非常重祭司 那麼當時有一個 殷商有一個國王叫做 吳以 這個國王是非常有名的 在就是 實際的記得這個 夏商周這三代的時候 尤其是夏商兩代的時候 基本上只是做一些 就是這樣的祭司 但是講到吳以的時候呢 它是殷商時期的一個 非常著名的報局 它呢 就是 它這個非常不光銀 然後呢 它說我呢 可以先把天射死 然後別人問它 你怎麼射 然後在那個高竿子上 掛了一個 帶長血的一個皮囊 然後它就 從那個皮囊射 然後呢 這個當然你選就流血了 它又說了這個 天流血 天流血 但是呢很快呢 下一個記載就是 他很快就被批死了 就是 撞了一批 對這就是那個 你剛才講的那個 殷商時期那個 因為 說起商朝的時候 一般都講 無以滴行 這兩個人 滴行就是我們所謂的 然後 無以就是這個 就是 商代的時候 就這個特別的那個 但是 我個人有個小的想法說 就是當時記那個 風扇記那麼多 我覺得可能有兩個原因 就是第一個是當時 因為史觀最早是祭祀觀 對 史觀最早是巫 這個詞其實是跟巫 這兩個詞是一樣的 包括司馬遷在他那邊 也是講過 史來自於 原來我們有說過一句話叫 文聖之責也至聖文 則史 這個史 這個史就是 不是指能歷史的史 就是指那種 神聖道道的一種 就是說他比較喜歡 談那些慣例百貫的事 那就是說 所以說史觀在祭祀的時候 一開始就是書中祭祀 還有另外一點可能是 有些人是 這個史觀可能不變祭祀 這種在祭祀上 如果司馬遷他本人 在祭這個 武帝本祭的時候 當然他生活的時候 武帝還沒有死 所以說他不能全見 但是 我們要看他那個司馬遷 或者叫金商本祭 或者叫武帝本祭 這篇那個 跟其他這個皇帝的本祭 都是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看的非常奇妙一點 就是沒有武帝生平的 什麼故事 僅僅是想他 風扇在哪兒 哪年哪月到泰山風扇 哪年哪月去哪兒祭祀 哪年哪月去哪兒 沒有 只有在其他的人的故事裡面 才能反映一點點武帝當時的商品 所以說 所以我覺得是 你不覺得這裡面有一點什麼春秋比他 對 感覺就是說 他可能不便祭人士 所以只能祭天命 在這裡面 我感覺可能有這樣一個 那個 還有就是 最後一點就是剛才 你來到牧師 我特別推薦大家看一下 這個 那牧師很有趣 這個文章 就是很短 就是剛才說到 還有一段就是 大家講說 我們到底應該怎麼打仗 到底應該誰誰誰 把誰拍到前面 誰誰就拍到後面 然後那個誰先衝上去 然後你們都得怎麼樣 那個故事 你可以把那個當時的 牧師在那個 當時那個 周朝軍隊的山上 看得非常輕鬆 謝謝 謝謝 然後一個小問題 不是普通的就是 你的小巷 就是關於第一個問題的一個法衷 就是關於這種 中國中國傳統的 這種宗教概念 你剛才提到 在那個周朝的一個 已經有這個 或者商朝已經有這個 上帝的概念 能不能具體闡述一下 這個上帝 跟那個天的關係事情 這個 我可能三言良語講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勉強來講一講 就是 地這個字 最早就是用來表達是天的 天這個字外出 我自己不是做古文字的 所以我並不能解釋 可能不能解釋 特別明白為什麼 天這個字出現在地這個字之後 但是我們的歷史狀況就是這樣子 具體的不好說 因為我不想給大家傳遞什麼臭不的知識 就是聖地他就是指天 地 最早就是先有地這個字 地這個字 然後在宗教祭祀裡面 它就是來表示天的 對 然後之後到了周代之前的這兩個時代 天這個字開始流行起來 對 然後的話 那麼這兩個概念是有一定的重合的 然後慢慢地演變之後的話 天這個字的那種意義的話 就更加地佔據主導地位了 回頭我可以找一篇文字要發給你 我們看看 也許可以解釋一下 然後我記得在那個就是蒙古人的這種意識 他們的天叫騰格里 這我就知道了 對他們來說是很神聖的意義 就跟漢人對天的這個概念成為一致 而在日本民族裡面 他們對這種神道的這種重視 是這種天的這種相關的這種概念 對天就是說 我覺得任何一個古老的民族 天都應該是有這種什麼敬畏之心的 就是為什麼康德 我發現很多人想講康德 為什麼有人說康德是一個生活在戈尼斯堡的中國人 那其實就是他的那句話 大家去改成了 他就說 兩件讓我敬畏的事 頭頂的星空 心中的道德律 把天和道德結合在一起 這樣一種想法非常重要 但是這個想法 我今天介紹的它就是從周代開始 天這個東西 我認為是在任何一個古代的民族裡面 它都絕對是讓你敬畏的 那一個閃電打下來 把一個書批開了 你完全不理解的是什麼樣的力量 所以我剛才講 英文人上主的生活 我引領的徐國安先生那樣的畫 是一個對於天的一種恐懼佔據主導的情感 那麼到了周代的時候 它是一種憂患作為主導的情感 但這樣一種情感 你都不可能否認說 我對天有一種敬畏在裡面 不管是敬畏還是敬愛 但起碼是有一種敬畏在裡面 只是說天的這種宗教地理 它在中國經歷了一次垮塌 但並表示天的這個道德意義 它就沒有垮塌 它始終還秉持了一個道德意義 甚至說到了後代的話 所以漢武帝那個天子 我講到董工書的時候回去講 這個裡面還是 當然這個跟漢代它有一個特別的情況 就是漢代人特別喜歡玩舞行 講這個東西 它裡面又重新恢復了一些天的宗教含義 但是它的這個道德含義 其實在中國的話 天這個字的道德含義是非常重的 我只是今天我就是想告訴大家 就是這個天的這個道德含義 是怎麼在我們的文化裡面出現的 成長的 就是這樣 我並不是說天就在中國 是徹底的喪失幸運 非常受益 謝謝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沒有關係 其實我提醒你 是你能不能給我解釋的 是那個明德這兩個字具體是怎麼說 因為其實像我想的 明是一個動詞 對 但是在大學裡面 這句話不是說大學是叫在明 明德嗎 明德那你說其實也是作為一個名詞使用嗎 首先我今天裡面的文獻是上書 上書 我以為它是周書 也就是西周初年的東西 而你說的大學呢 是戰國晚期的屬於 就是這兩個東西首先它在歷史上出現的時間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從語法等等方面的話 差了近一千年的時間 那麼也是有非常多區別的 那我當然知道你說的話 大學知道在明明德 在心靈 在止於至善 這句話 在明明德這個地方 它用了兩個名 它第二個名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說在你要 第一個名是等於說照亮的意思 把這個好的德性傳播開來 是這個意思 那麼在這個地方 其實它說的是明德近天的意思 它就只是把德傳播出來的這樣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你就是說 那它當時定義的是那個德的話 是怎麼樣的一種 因為就是說在各個歷史時期或者說國家 它對那個德的定義都是不一樣的 它針對是對貴族呢 還是對平民呢 還是對所有人呢 還是對所有人呢 這個 它這個話 這個話就像 其實這個 我覺得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就像比如說西方十八世紀紀念頭的時候 狄德羅、福爾泰他們寫了很多東西 那他們寫的這個東西到底是寫給誰看的 那麼其實當時法國的話 它的文盲率還是非常高的 那它這個東西它只能寫給你 這個問題也是一樣的 周公寫的這些東西 它當然不是給一個下層的眾多人看的 它是給他的清楚 說本來是給他的那些清楚看的 它是寫給一個具體的 比如說牧師 那是打仗之前 有一個 但是這個可能說它 士兵們也會聽到 但是更重要的是 將領們 將領們來聽 來鼓出 很近的 那麼後面 《康告》 《九告》 那是寫給這個康書的 是寫給這個地方的一個統治者 是他的弟弟 寫給他的弟弟 這個地方很難吃 我告訴你怎麼做 但是這個書留下來了 我忘記解釋了 《尚書》這個題目 《尚書》這本書 《五經》 《五經》之一 《五經》的第一部書 應該說是在漢代之底 它都叫做書 它只叫做書 或者叫書經 到了漢代的時候把它叫做尚書 那麼尚是什麼意思 尚就是展開的意思 尚書的意思就是展開的皇家檔案 就像今天的維基解密 解了密的皇家檔案 這就是尚書 尚書這個意思 這個東西就是給皇家看的 這不是給普通的看的 那這個學者裡面的德是一種政治道德 政治的規範 我想你可以這樣去解釋 但是具體的德它怎麼講呢 如果你要了解的話 你可以去看一看相關的一些記載 一些比如說周琳 比如說尚書其他的一些篇目 你會看到它具體 它告訴你怎麼做 我今天只是把這幾個詞抽出來 相當於是一個體列 那麼在這些具體的篇目裡面 它都是有非常具體的 比如說酒告 酒告這一篇東西 它講的是禁酒 就因為在古代的話 釀酒是要浪費非常多的臉部式的 那麼這個在中國看來 這個是很科學很不好的 所以它寫了一個 禁得保民這個思想 然後在酒告裡面 它有一個非常具體的一個行為 作為它依托的 那我們今天時間有些 我不可能去講太多這個具體的東西 只是說你可以去看它到底是一種什麼 我想我想補充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可能就是你說的就是 道德到底是給誰的 是給天子的 給這個世代佛系團的這個層級人 還是給虎夢人 實際上我當然我可能往後數一點點 其實從虎夢的時候開始 就已經有有意識的想法 這樣一個觀念補充到下層了 比如說 這個孔孔孔的時候 當時就在說 對 比如說 謹詳細之道 深意消替 就是在村裡面辦學校 然後給大家去講 是不是人意消替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呢 實際上 中國歷史幾千年以來 實際上在比較和平的時期 一直都是希望的 包括在努力的清朝建立以前 我們的鄉里這個也是非常 尤其在明代的時候 實際上明代建立以後 非常注重建立這個鄉里這段 包括鄉社 當然在清代建立以後呢 當然有一些改變 但是總體來講 我們古代的時候 包括鄉里 鄉約 不知道大家看過白鑿園那個書沒有 那有一個他說我是鄉約 怎麼怎麼樣 那個東西其實就是 古代的時候 封建組織 或者是這個地方 這個專制體系 這個村裡面的一個 這個村民的一個教育 所以道德實際上 它是希望能夠擴散到最低層 但是最後 實際什麼樣呢 這個要我下一講講孔子的時候 我會非常具體的談到的題 所以孔子的德 孔子的人 戴人旁兩盒那個人 這個我要賺個獎 這不是我今天的主題 你可以 sweep和這個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時間 我想就是 講兩句我的感受 就是 因為我是學政治哲學的 我之前聽說那個天樂曾經在 在基因時講過關於政治哲學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會怎麼講的 我說我的體會 首先那個 感謝的話就不說了 第一點 第一點就是說 在政治哲學上一直把 就是張博沒有提到的一個 周立王那個時段 當時有一個那個共和元年 所謂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 然後那個國人暴亂 然後就是那個周公彈和那個少公 或者叫昭公吧 就是周公和昭公他們聯合執政的那段時間 然後在今天的縣市的政治哲學家 很多人把它作為一個中國共和主義的一個源頭 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有點扯淡 這確實有點扯淡 但是當中其實有一句話 我沒有講其實就是說 周公彈在社政的那麼長時間裡面 他是稱王的 對對對 他是稱王的 對對對 就是說有周成王 當然是他自己設的 但他沒有稱天子 對他是稱王的 對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說 當時這個 這個當然有點扯淡了 但當時昭公的時候 曾經有一段話 我背不起來 就是所謂百公劍那段話 就是說 使百公劍 然後就所謂各司其職 然後這個社會就安定了 這個時候其實在 在也是一些後世的那種 六經助我的政治哲學家當中 其實把這段稱為一個 就是一個比較早期的一個 中國式的public sphere的一個儲行 就是這也是比較搞笑的 然後 找些事 對對對 然後這是當然我覺得這點不重要 另外一點 今天那個張博提到 中國人文主義的一個開端 我覺得特別特別好 因為比如說我們今天讀張博給我們 提供的一些資料當中 很多地方會提到那個 史官與王的對話 然後還有講 比如說在中國的古代的宗教 其實那個天也好 就是我們是通過祖先 跟天進行一個對話 這本身其實 體現了中國古代宗教 一個什麼樣的特點 其實是一種經驗主義 這種 這個沒什麼好笑的 就是說 所謂經驗主義它相對 對 當然 這個所謂經驗主義本身跟 為什麼我們要把這個經驗主義這個詞 當然經驗主義這個詞 今天如果放在今天的正式哲學話語當中 我們說它是一個很機械的一個 一個話 但實際上這確實是中國人文主義 跟西方人文主義 從根上的一個不同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說 我們在談到西方哲學的一個源頭的時候 我們會說太初有羅格斯 或者說太初有言 太初有道 對 就是這個羅格斯 或者就是這個 很多人把這個道和羅格斯 但是我覺得這是 這是瞎說 這是一個古形邏輯 對對是邏輯 也就是說 當我們講西方 西方這個思想的源頭的時候 我們會提到一個 Logos 這樣一個邏輯的源頭 也就是說 所以我不覺得康德是一個中國人的原因 就在於 西方它本身在根上就有一個形而上的 這樣一個傳統 而我們今天我們說 好像是做個附會 對對對 所以說我們今天所說那個 為什麼提到經驗主義這個根 在中國思想文化當中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們說中國 其實如生 很多也脱胎於 比如說那個周時期的史觀 而史觀又來自於烏 就這樣一個經驗主義的脈絡 是一脉一脉傳承的 那麼 在經驗主義的脈絡 在中國歷史上佔有的地位 就相當於一個形而上的傳統 在西方 政治哲學 哲學傳統當中 它一個根上的地位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講 我們中國的文字 可能都是象形文字 這跟西方那種表邏輯的字母文字 還是有區別 所以 所以太初有言 還是太初有形 這其實是一個根上的一個問題 今天我覺得 張博用了很多的材料 跟我們講的這個道理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我想用 許富冠先生的一段話 來結束 我今天的這樣的一個演講 也跟剛才的這個 楊帆先生的這個 非常的有關係 這是許富冠在 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方法 有太多問題的這篇文章裡說的 他說 一個思想家的思想 有如一個文學家的文章 畢竟有 畢竟有由主題所展開的結構 讀者能把握到它的結構 才算把握到它的思想 西方哲學家的思想結構 長期表現為他們的著作的結構 他們的著作的展開 即使他們思想的展開 這便使讀者易於把握 但中國的思想家 很少是有意識的 有組織的文章結構 來表達他們思想的結構 而嘗試把他們的中心論點 分散在許多文字單元中去 同時在同一篇文字中 又常觀察到許多觀點 許多問題 即使在一篇文章或一段語錄中 是專談某一觀念某一問題 但也常只談到某一觀念某一問題 對某一特定的人或是 所需做出說明的某一側面 而很少下一種抽象的 可以概括全班的定規或解說 所以讀的人 不僅拿著一兩句話推論下去 常會陷於一篇概全 容易把針對某一具體情況的說法 當作是一般性的說法 即使是把多數材料匯集在一起 但若不能從這些材料中抽出一些 可以貫通各材料的觀念 那這些材料依然是無頭無尾的東西 西方的思想家是以思辨為主 思辨本身必形成一個邏輯的結構 中國的思想家系出自由內而外所生的體驗 因而具體性多於抽象性 但生活體驗經過了繁省與其量而將其說出時 也常會淘汰其中衝突矛盾的成分 而顯出一種合於邏輯的結構 這也可以說是事實真理 不論真理的一致點結合點 但這種結構在中國的思想家中 都是以潛伏的狀態而存在 因此把中國思想家這種潛伏的結構 如實地顯現出來 這便是今日研究思想使者的任務 也是教師研究西方思想史更為困難的人